那我非常開心邀請到了安博聊愛工作室主領人安博Ember來到美容展訪 你好 你好想要請Ember跟我們分享一下當初創業的洗心動念是來自於哪裡呢? 我其實一開始是想要療癒自己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越來越多好像有朋友啊 然後朋友的朋友啊 然後就越來越多人介紹來個案這樣 然後就慢慢的怎麼好像就有人開始想上課 然後就開始開課了 然後到現在 不得不就弄了一個粉磚出來 是 也不得不也創立了這個品牌出來了 對 那我們好奇當初真的遇到要創立這個品牌的時候 那這個名稱是怎麼來的呢? 其實我一直在這個療癒自己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在療癒自己跟自己的關係 然後所謂愛這件事情是我覺得 你在這世界上生活的時候你最必須的東西 是 對任何事情都跟感覺啊跟愛有關係 沒錯 然後這個療癒的意思是療癒愛你自己的這一塊 嗯 對 那當你知道你怎麼去愛你自己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用一樣的方式去善待身邊 嗯 所以等於說我們的工作室的這個名稱 當然就是也是傳達了你自己的一個理念了 對 對 是 也順便告訴大家欸怎麼會創立這樣子 哈哈哈哈 因為也不知不覺我也需要了 對 是 那馬上好奇我們品牌目前經營到現在 嗯 那我們有遇到一些可能困難或是挫折的地方了 嗯 從企業裡面就是有很多部門啊 大家可以互相幫忙啊 你有什麼就有人可以幫你完成啊 是 這樣的一個條件 然後馬上跳到自己一個人創業的時候 就是什麼都要自己來 嗯 就比如說可能行銷也不太會 然後也不太會拍影片啊 然後可能後座那種剪輯啊 嗯 上字幕啊 這些東西其實都要花很多時間去摸索跟學習 是 對我覺得那個是我目前為止覺得 蠻苦手然後蠻覺得 嗯好辛苦喔 哈哈哈哈 的一個環節 是 那很好奇因為我稍微瀏覽過你的IG的官網 但有看到蠻多你自錄的影片 對 那有提到說就是滑到最下面跟近期的蛋 會有很大的風格差別 對 那蠻好奇你那時候不習慣在鏡頭前面說話的時候 那你是怎麼度過這個狀況的呢 就是 要想像那個鏡頭 不是鏡頭 它就是一個你的朋友 哦 這個概念 你要一直做很多的心理建設 然後 我可以我可以 OK我可以我可以 然後過程就重錄嘛 是 所以大概有一個影片 一開始很久以前的一個影片 我大概重錄了八次 哇 因為你會不 你會很在意你剛剛在講什麼 嗯是 你反而會覺得 欸我剛剛是不是講的不夠好 再來一次 嗯 再來一次 那到後期我 我好像放開那個包袱 我覺得 講的很爛就很爛 我再錄下一支就好了 嗯 所以就很自然的可以一直說一直說 是 對對對 那也真的 我覺得 感覺到我們Amber也是做了很大的突破 沒錯 真的真的 是 那馬上發覺我們有什麼樣的核心的價值裡面呢 嗯 我覺得就是 就是核心的這個價值其實還是圍繞在愛上面 嗯 就是我一直一直都跟學生說 先愛自己 你愛的人都會愛你 是 對而且不只人是所有的一切 嗯 對因為你要知道怎麼跟自己相處 怎麼愛自己 然後當你那個能量頻率不一樣之後啊 身邊即便都還是同一群人 因為你不可能 愛自己之後爸媽就不同人 沒錯 或者換伴侶 千萬不要這樣 就是你會發現人雖然同一群 但是那個能量不一樣之後 所有的一切的那種互動啊 跟所有的情緒感覺 會全部都不同 是 而且感覺從中不只療癒自己之後 其實周遭的關係也都慢慢和諧了 對 是 那目前我們有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呢 目前就是除了一對一療癒之外 然後也有開課 嗯 然後 課程其實種類有很多種 嗯 對都可以在那個就是我的IG上面看到 嗯 是 那滿好奇你的一對一的服務 或是課程的地點都是在哪邊的 嗯 有一些課程它其實是可以用線上的方式進行 嗯 所以現在其實蠻方便 嗯 大家其實可以不需要周車勞頓到某一個城市 嗯 像我很多學生就是遍布北中南都有 嗯 對 那實體的話 我有時候遇到學生 他們可能一群人都在台莊 或台南 是 他們就會說老師我們想上課 然後我們有多少人 嗯 那我就會去到台南 喔 幫他們上課啊或什麼的這樣子 是 了解 所以等於說線上或時期其實都是有的 都是可以的 是 嗯 那過程中我們有遇到一些成就來源 是支持我們 Ember想要走下去的動力的 我覺得最開心就是自己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自己那種發光發亮的感覺 嗯 然後再來就是看見個案啊看見學生他們開始改變自己的生活 然後開始創造自己想要的人生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嗯這件事情真的超棒超有價值 是 那蠻好奇的 因為過去我們 Ember有提到說 她過去是一個 嗯 TA的高層主管 嗯 她到現在又挑到這個地方做創業了 那您的家人有什麼想法的 家人一開始當然會覺得就是 這是一個非常不明智的決定 哈哈哈哈 就是放棄高薪 然後做這種一個人 然後什麼都要做的這種工作 嗯 對他們來講工作就應該要是一個有穩定的薪水 嗯 然後固定的收入 然後還可以有一層一層可以讓你往上進階的這種 這種 階級 是 但是現在沒有就是什麼都是自己來 嗯 他們會覺得很 會替你擔心啦 是 但是現在他們看到我每天就很開心的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其實他們也會感覺到欸這個人好像不一樣 嗯 是 是 但是感覺這個人應該也變得放鬆許多了 對 然後好像也比較好相處了 哈哈哈哈 是 那未來我們有什麼樣的短中長期規劃呢 嗯 我覺得還是會以這個品牌的一個就是 的面向去跟大家接觸 那 可能開更多課啦 然後 嗯 也會協助我的學員 他們未來想要成為有自己的品牌的時候 嗯 很想 對對對 是 然後最終當然是希望可以有一個像是一個療癒學院這樣子的地方 嗯 讓很多療癒師他們可以有一個平台 嗯 然後去跟更多人接觸 是 其實就像是您剛開始選擇創業契機師一樣的 嗯 把我目前學到的經驗 知識 是 那如果說未來有一個年輕創業家他也想要投身在這塊領域 那Ander有什麼建議的話想給他呢 嗯 第一個先說如果你對身心裡有興趣的話我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這個世界需要你 嗯 然後 然後如果你覺得你就是喜歡但是不知道有哪個方向的話 我覺得就建議你每一種去試看看 嗯 然後找到你最喜歡跟你做起來最輕鬆的 是 對 你就去往那個方向去 發展 對然後要記得就是不要迷信 嗯 但也不要迷不信 嗯 是 對 那我們Ander呢給我們這些創業家的建議是 首先大概 嗯 進入到這個產業 畢竟現在社會腳步真的比較緊湊 對 所以同時間當然我們也要去療癒到自己 對 那大概每一種嘗試之後呢 也要用客觀的讓自己的身體去決定 每一個方式是自己真的喜歡的 對 有感覺的 再去做一個生根就可以了 對 那我們就謝謝我們的安博聊愛工作室主理人 謝謝 安博來到我們肉專訪 謝謝 謝謝